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聯報的《港民時間》 其實昨天最多的新聞就是《安心出行》 剛才我們在《耀文》也說過了 另外一則新聞就是大星哥昨天說過 華記楊觀華之前組成了一個反林鄭大元盟 你們昨天應該說了內裡的問題 但他昨天發表了一條YouTube片 我們說了解散了林鄭 被受到多方的壓力就解散了反林鄭大元盟 但他昨天出了一條YouTube片說暫時封咪 形容自己每天被抹黑 有人就把自己的言論大做文章 他暫時不會拍片也不會開咪 可能是下個月或者可能是明年 有人就說他反林鄭政府說到他就是反中央 批評他是漢奸 他還說有人就欣張仇報過橋秋版 他猜不到現在沒有了黑暴 自己居然自己是一個藍營的人 他幫助過的人今天反轉朱對就是屎 為了自己的目標和利益 居然埋沒良心沒黑我 大師對華記的看法是怎樣 誰說誰是欣張仇報 華記說其他人追擊他的人 過橋秋版欣張仇報 因為有幾個藍營的KOL就不斷追擊他 千方是這樣 大件事因為我都經常罵林鄭 是的 我都想加入了 這個反林鄭大陸 我都想加入反對蔡州林鄭 他已經關了你再開關 不可以反林鄭嗎 藍營的人不可以反林鄭嗎 藍營的人不可以反中央 藍營的人當然不可以反中央 基本上我們就不可以反對中央 這是大原則 那很多人反對中央 藍營的人不可以反中央 因為我們不可以反對中央 如果你們反中央就要黃營 我想亦都這樣說 在我心目中就算你在中國 你不可以反對中央政府 你也有反對中央的某些政策 是的 當然 那政策人力不好 我們怎麽不可以說呢 亦都是為何不可以說林鄭的施政部 事實上的資質不好是一件客觀事實 我不明白為何華記會受到多大的壓力 他說出來做應該不介意受壓力 我們周時都很難 你如果這樣說 2019年的時候壓力不是更大 每天都被黃營罵 華記 他們被自己人罵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團體 是的 那是最不開心的事 但問題是現在我們自己藍營的人 現在是否有團體的必要 我很懷疑 當初的時候 2019年之前 你立法會因為你的經驗勢力不夠 所以政府是錯的 都說是對的 那這時候你就因為尿團結 如果不是你怕對方不怕對方打 但現在你已經贏了 那我們是否應該自己 有那樣說那樣呢 對嗎 如果不是你再維持著 不可以說政府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整個施政就好像以前 就好像以前那樣 施政就亂來 結果什麼都不行 難道林鄭月來有做到她的什麼 有復活到她的事情嗎 現在不是一樣民不聊生 現在一樣是大家貧無納追之地 只不過我是說 貧無納追之地一部分 就是黃營的人出來出來拉後腳 但是並不代表林鄭沒有責任 對嗎 那整件事 我覺得就比較奇怪一點 我覺得華記 我不是特別同意她的意見 但問題就是 你要捍衛她的權利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會被 人追擊 沒有 我就結合了一個反林鄭大亂 那件事是 非常之 不公道的 我講的 不是不公佈是反智 你做得不好是可以批評的 中央是覺得你做得不可以批評 不過你不可以推翻 而且她的反林鄭大亂盟 她只是一個民家人士 她不是做一個 她不是梁正英做反林鄭大亂盟 她不是在身體做 有些事情某些位置是不能做的 可能你是一個立法會主席 你不去反林鄭大亂盟 你不可以搞 但是你民家人士做的事都很細矮 你那個人權力越大 你的責任越大 如果你是蜘蛛盒的話 你的責任就會很大 因為你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你現在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KOL 只是KOL 做得有多成功 你明白嗎 那個聯盟是說的 還沒有開始 限聚令都還沒有結束 是呀 我覺得就是要不要這樣 是呀 要吃一頓飯 那又沒辦法 如果這樣圍照 那林鄭是不行的 我不知道她受到什麼壓力 但是施壓力下 現在搞到這樣 我覺得比較奇怪 是 我都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我也有看華記 其實沒有事情跟2019年或之後 說話都是一模一樣 她都是跟你的說法一樣 她覺得林鄭的施政很有問題 比如說在通關那裏 香港的防疫那裏 其實一早就說了 就是要跟內地同步 是呀 你講來講去的問題 都是數安心出行碼 強制 其實就是一定要跟內地的健康碼同步 才會通關 因為你入境 比如你香港人去到內地 他都要知道你過去的十四天的行蹤 這個就是問題 講來講就是這件事 林鄭是不是不能反得 我真的不想她做特首 現在是不是一定要她做特首 還有明年有選舉的 明年有選舉的 如果不是就不用再選吧 我覺得我也同情華記 因為不要你立場先 但是就被同路人追擊 實在是比較相感一點 第二件事 立法會的換屆選舉 就再接獲了11名提名表格 再接受多11份的提名表格 至今累積接獲26名的提名表格 那麼地區選區的兩個新增提名分別 來自港島西和新界 選舉委員會的界別 今日也接獲兩份提名表格 至於工人組別界別 接獲7名提名表格 分別來自鄉議局 社會福利界 旅遊界 金融服務界 出口 進出口界和飲食界 立法會換屆提名 近期就去到11月12日 即還有大約10日時間 那麼新一屆立法會 就會增加至90席 包括選舉委員會界別的40席 功能界別的30席 及地方選區的20席 那麼投票日就是12月19日 那麼就更加多人去 入址選立法會員 那些奇妮怪有理 那些奇妮怪 我沒有記錯誰 他們都會入址 都會多些人參加 沒有理由 你覺得奇妮怪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今屆的月欄很高 是啊 我不知道他真的入址 說他是去入址 接受傳媒訪問 看看情況如何 我想說一件事 我想 工元會吳秋北參加直選 我聽他接受訪問 說他的政綱和意見 但是我聽過幾個人的政綱 我一看過 他們都說 我們要發展好香港 然後融入去大灣區 但是就配合這個國家整體的 大灣區的發展 其實具體內容 就好像大家都沒什麼 大家都是念口謊 希望具體的政綱出來會多些 香港做政治要洗遍事 香港做政治要洗遍事嗎 是呀 不用的 香港這樣說 整個民建人都沒有金融政策 沒有的 但是現在要 他們對房地產的認知 也是完全錯誤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是不需要有的 我跟你說過 我二十多年前聽過 劉千石去過現場 聽過他講過一次 我對香港的政治人物 就非常失望 水平又比較低一點 希望接下來的水平會提高 有沒有機會 我比較存疑 所有那些人都知識水平都很低 有些是很… 至少另一方面 至少是正常的人也很好 比如謝偉俊 那些朋友很熟 邵家輝是謝偉俊 比較進取一些 比較適應一些 是 適應一些和有心一些 其他一些人都是一些… 在政治上可能他們會認識的 但問題是在政策上 政策上是一樣東西 因為政策上他們都是… 那我唯有有 有幾支就聽官員的報告 你覺得他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問題是因為 他們的對手都是這樣的問題 即是以前泛民你說的 泛民就… 你想一下 那些問題是 湊坑出臭草 湊坑就是香港人 七百多萬人在香港就湊坑 你認為投票的人是認識的嗎 你認為梁國雄是認識的嗎 你認為那些人認識的嗎 你認為是梁國雄 你認為是民主黨認識的嗎 民主黨認識金融的嗎 公民黨認識金融的嗎 公民黨認識的政策的嗎 明白他們是不認識的 還有就是 你如果連香港眾志 是 分為耕田 福家又在說這件事 以農為本不是福家 福家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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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剛想做福家的 做一些很高增值的福家 是很好巧的 很高增值是福家 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你是以農為本 本啊 你都還能夠選擇 香港人是朱西 對著香港朱西 用朱西的方法 你明白嗎 你交田不是問題 復家是問題 但是是違本 這是最終的問題 所以既然香港人是朱西 你用朱西的方法對付他 他喜歡吃屎 就吃屎 這樣才能選擇 明白嗎 所以到最後 為甚麼政壇是垃圾 因為香港是垃圾 明白嗎 當時舉行最高榮譽的喪禮 儀式在紅磡的世界殯儀館舉行 有很多高官都出席了 這件事大家都記得了 他在進行任務的時候 在屯門龍骨灘追截懷疑 走私快艇期間 就被一隻快艇撞回了 然後墮海失蹤而死亡 昨天就舉行了一個狀禮 我想說的事情就是 之後政府就大力打擊走私 前幾天你就破學了有私利 最大規模的一宗走私案 檢獲了一億多的貨品 包括任何都有 魚翅海鮮 最重要是iPad電話 我不明白為甚麼人還要走私 很明顯你要收屁 我們如果不做生意 就躲起來一陣子 你不能離開 走私在這方面 我不是告訴你需求很大嗎 需求多大都沒有 你拉得太厲害的時候 你需求多大都不敢做 還有我想問一件事 這樣被人拿了億幾貨很嚴重 就是了 刑頭那個人不知怎麽死 那件事是不知怎麽搞的 所以你都是錢而已 這樣說好不好 這些東西是走私貨品 是沒有需求這件事 因為那件事 你是稅務問題而已 如果你的危險程度 是高過你的稅務價格的話 危險程度高的稅務價格 那你走私貨品的價值就是零 或者負數 因為你可能一件貨 你可能是賺一千元的 但是危險程度 但是你被拉的機會 比那千元高 那你就不做了 只有哪些貨才是必需品呢 就是白粉 白粉那些 因為你不吃就沒有了 是呀 那些是法 那些不是酒駕法貨品 所以是錢解決的問題 你現在的東西 應該全部都蓋起來了 就是你毒品沒有人說 毒品多貴在這裏吃的 OK 那你就不同了 軍火的毒品也沒人說 是的 那些你就不同 還有那些iPad部 iPad那樣 你不走上去 那他都要買的了 那就交稅了 所以整件事 整件事本身這件事 走私的應該要收皮 整件事很愚蠢 是 還有破獲那件 一億多 一億的貨物那件事 也不是快艇 是一些內河船 就是中港兩邊走的 一些內河貨運船 那其實最大型的走私 都是那裏 快艇那些都是 那些賺快錢的人 就是我經常都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住屯門 你慢慢 我有朋友住屯門 無法玩的 每晚都發噴聲的 外面 其實這是一個黑點 那你去到 林婉儀總督察 殉職 你才大力去打擊 那 不是 你其實的時候 大家 大家 你用了多少力 你用力就足了 大家 現在就告訴你用力 現在就一定用力 你這樣都要去黃國 之前放你一條生路 大家好做些 但是現在你撞死了人 你完全撞死了 撞死了總督察 撞死了總督察 大哥你也要看看 你不看身邊都看 我經常都說的問題就是 我很記得早十年前 在黃國某個商場 你都知道全部是賣翻版碟的 你知道的 由頭數到下腳 三層都是全部賣翻版碟的年代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你站個軍裝在樓下已經搞定了 其實當時來說大家都看到他會掃墻 但是大家互相配合 我經常都去到那裡買遊戲碟的時候 我想其實很簡單的 放兩位軍裝在門口 大家都知道 現在不是的 放兩位軍裝 你都有人走必 還有人敢賣翻版 結果他們發覺又不是的 其實大家以禮相待 你又不去好好遵守 已經放了你一條生路 就好像2019年那件事 2019年 大家本來就以禮相待 大家給大家面子 你都要破局 沒辦法 你撞死了一個水警總督察 就叫破局 你還想怎樣 情況是這樣 好 今天的廣民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下節的兩岸角色時間再見 拜拜 所以只要別人